斯嘎里沉默不语,心一直往下沉,最后这点他无法反驳,因为杰拉尔德是对的。 阿什里寻欢作乐样样都行,可就是心不在焉。 对众人如醉如痴的事情,他向来不过是出于礼貌起见,略表兴趣。 杰拉尔德猜出了斯嘎里沉默的原因,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得意地说, 好了,好了,斯嘎里,承认我说的没错吧,假是你那么个丈夫有什么意思? 那家子全都颠颠倒倒的。 随即他又哄女儿。 刚才我说起塔尔顿家那两个小子,可没勉强你的意思,他们俩都是好孩子,不过你要是看中开的卡尔夫特, 我也同意,那家几个小伙子都不错,虽说老头子娶了个北老女人,改名我要是死了。 听我说下去,要把塔尔顿家留给你照顾。 把它搁在银盘子里端给我,我也不要。 爸爸,甭把它塞给我,我才不要塔尔呢,还有庄园什么的,我都不要。 庄园算什么东西啊? 要是,爸爸,要是…… 斯嘎里本想说,要是得不到心上人,可杰拉尔德一听他出言不逊,小看他除了妻子埃伦之外,最最为重要的东西,他气得大吼起来。 斯嘎里,你,你敢站在这儿跟我说什么他了,这片田地,算什么东西,嗯? 斯嘎里倔强地点点头,他心痛欲碎,他才不管是否惹得父亲生气呢。 唉,世上最要紧的就是田地,田地。 天地下,唯有这个东西天长地久,你给我好好记住,唯有这东西值得我流汗流血,拼死相逗。 爸爸,你说起话来,就像个爱尔兰人。 哼,难道我还害臊吗?是爱尔兰人,咱才得意呢,我的小姐。 甭忘了,你自个儿也是半个爱尔兰人,只要有一滴爱尔兰人的血,田地就是他的亲娘。 我可真为你害臊,把世上最好的一块田地留给了你,你,你还看不上? 杰拉尔德越说越火,真想尽情大骂一通,他忽然发现女儿满面伤痛,于是便住了口。 好了,好了,你还小,慢慢地会爱上这片田地的,只要你是爱尔兰人,就离不开它。 你还是个孩子,只晓得为男孩子伤脑筋,等你长大了,才会明白过来。 哼,好了,好了,快拿主意吧,要开的,还是要塔尔顿家的那两个小子中的一个。 哦,爸爸。 好了,甭撅着嘴了,我的小姐,嫁给谁都行,只要她心思合你的意,是个体体面面的南方人就成了。 女人嘛,总是要先嫁人后有爱情的。 爸爸,您这种观点都老掉牙了。 可是有道理啊,瞧瞧那些口口声声为爱情结婚的美国人吧,就像下等人,像北老。 喜事良缘,父母定,像你这好傻丫头,哪分得清楚好人和坏人呢? 维尔科斯这家人,为什么代代兴旺发达呢? 还不是因为听了长辈的话,只跟门当户对的亲戚姐姐。 杰拉尔德的话一针见血,使斯嘎里明白了可怕而必然的真实。 他的心头又添了一丝新的痛苦。 杰拉尔德看见女儿垂头丧气,双脚不安的移动起来。 斯嘎里,你没哭吧? 没有。 你撒谎。 不过,我倒是蛮高兴的,你自尊心太强了,丫头。 明天在烤肉宴上,你得给我争口气,别让乡亲们说三道四的,别让人家笑话你,为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像丢了魂似的。 爸爸,您不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只要再多点时间,我准能让他说出口。 威尔克斯家的人,别老想着表兄弟姐妹结亲,该有多好啊。 我们得回家吃晚饭了,丫头,这事儿,就我们两个知道,我不想用这事儿打扰你的妈妈。 你也别,醒醒鼻子,怪丫头,我们走吧。 斯嘎里用他的旧手绢醒了醒鼻子,两人手挽手踏上漆黑的车道,马儿慢悠悠的跟在后头。 快到家的时候,斯嘎里正想重新开口,发现妈妈站在门廊下的暗影里。 她戴着帽子,披肩和手套,身后站着嬷嬷,一脸的乌云,手里握着那只艾伦的黑皮包。 那是妈妈给奴隶看病时放绷带和药品用的。 摸摸摸生就一张大嘴,后嘴唇,一生起气来,下唇就比平时长出一倍来。 此刻,这嘴唇正深处老长。 斯嘎里明白,摸摸准是为什么看不顺眼的事儿,呕气了。 奥赫拉先生,奥赫拉先生,斯莱特里家里有人生病了,艾米的孩子生了下来,可是奄奄一息,必须行洗礼。 我和摸摸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哦,上帝啊,那帮下等白人干嘛老在吃饭的时候找你,我正想跟你说说亚特兰大成衣那些打仗的谣言呢。 去吧去吧,熬好了太太,谁家有麻烦,你要没有去帮忙的话,晚上睡觉都不会安稳的。 哦,这三更半夜的,老得起来照看那些没出息的下等白人和黑鬼,哦,他哪儿睡得成安生觉啊。 摸摸一面说着,一面走下台阶,朝等在车道岔口的马车走去。 他一路走着,还嘴里嘟嘟囊囊的。 这时,艾伦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大女儿的脸蛋。 宝贝儿,吃饭的时候坐我的位子吧啊。 虽然强忍泪水,斯嘎里被妈妈神奇的魔力一碰,同时闻到她那丝绸衣袋里散发出来的美人樱香味。 还是有一阵心快,流遍了全身。 斯嘎里认为,妈妈具有惊人的魅力,是永住家中的奇迹,使她敬畏,使她弥醉,使她慰藉。 杰拉尔德扶着妻子上了车,吩咐车夫一路小心。 托比给杰拉尔德赶车已经有二十年了,听到主人教他自己分内的事,不吭气地把嘴一掘,气鼓鼓的。 他把车赶上了大路,一旁坐着嬷嬷,一男一女,构成非洲黑人撅嘴生气的生动画面。 这时,杰拉尔德恼火地想着, 嗯,我要不给斯莱特里加,那帮贱货那么多的好处,他们就得花钱上别处想法子。 哼,到时候,他们就会愿意把找地里那几公顷薄地卖给我,县里也正好把他们打发掉。 快,丫头,咱们去告诉波克,就说我没有把狄西买回来,反倒把他卖给了约翰·威尔克斯了。 杰拉尔德把缰绳朝在近旁的小黑奴一抛,爬上台阶,把斯嘎利的伤心事全都给忘到了脑后,他一门心思地捉弄他的贴身仆人。 斯嘎利跟着他,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两条腿牵一般沉重。 斯嘎利心里想,自己要是与阿什里结婚,总不会比爸爸和妈妈更不般配吧。 于是,跟平时一样,他又纳闷起来。 高声大气,感觉迟钝的爸爸,怎么会有办法把妈妈那样的人取进了门呢? 这两个人的出身、教养、个性,简直有天壤之别呀。 埃伦·奥哈拉尔德,三十二岁,按当时的标准,已借中年。 他生过六个孩子,竟腰折了三个。 他身材高挑,比他火爆性子的矮丈夫高出一个头来。 他不太优雅,裙摆轻摇,使高高的身量并不惹眼。 他的脖颈,露在黑塔浮仇紧身胸衣的上面,纤细浑圆,洁白如枝,总是微微的后寝。 仿佛不剩一头黑发的重压。 这头发,在脑后用发网,完成了一个发剂。 他的母亲是法国人,外祖父母则是一七九一年大革命时,从海地逃出来的。 埃伦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双眼烧上翘的黑眼睛。 乌黑的长睫毛,一头黑发。 从当过拿破仑部下的父亲那儿,则继承了长而笔直的鼻子,方方正正的下壳。 这方下壳给面颊柔和的线条一脱,倍显温柔。 然而,唯有从生活经历中,埃伦才得到了那种庄重而不失傲慢的神态,以及含情默默的优雅,及风趣的缺乏。 倘若,他的双眸能顾盼深情,笑容更温和暖人。 家人和奴仆们,听来十分柔和的嗓音,再多几分由衷的自然,那该是一位绝色美人。 他讲话是在佐治亚州沿海一带口音,柔和而模糊,原音清脆,浮音柔软,略带法国腔。 他差遣下人,责备孩子,从不提高嗓门,但他俩上下一听到他的声音,立刻服从,而他的丈夫的大喊大叫,却被悄悄的不当回事。 在斯嘎利的记忆中,夸奖也好,责备也好,妈妈永远是这样声音甜美。 尽管家中,见天的麻烦事不断,妈妈总是从容不迫,忙而不乱,态度安详,腰板挺直。 甚至三个小儿子夭折时,也是这样。 斯嘎利从没有见过妈妈把背靠在椅子上,也没有见过他闲坐着。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照看病人,或者是整理庄园帐幕的时候除外。 有客人的时候,他做些精致的刺绣。 没客人的时候,则做丈夫的助领衬衫,女儿们的衣裙,奴隶们的衣裳。 做饭,打扫房间,给奴隶们成披的缝制衣服,事无巨细,妈妈都一一过目。 而那个黑女孩子的唯一作用,就是摘着线头,把妈妈那只檀木针线盒,从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屋子。 斯嘎利从没有见过妈妈惊慌失措,她浑身上下永远都是整整齐齐。 不管白天黑夜,埃伦去跳舞,见客,或到琼斯波罗,旁听审判,都需要两名女仆加上摸摸侍候。 要花上两个钟头梳妆,才能让她满意。 但碰到情况紧急,她打扮之快,却令人瞠目。 斯嘎利的房间,就在妈妈的对面,中间隔条过道,婴儿时期的她,就熟悉天快亮的时候,黑奴持脚在硬木地板上匆匆跑过,和母亲房门上急急地敲门声。 惊恐的黑奴,压低了嗓门,报告着那一长排粉白的小屋里,谁家人闹病,谁家天丁,谁家死人的消息。 还提时期,斯嘎利常常跑到门口,从门缝往外看着,只见艾伦走出了漆黑的房间。 妈妈悄悄的耳语,真叫人安心,这声音坚定亲切,伴着她垫起的脚尖,沿着过道远去。 嘘,轻点儿,别把奥哈拉先生给吵醒了。 是啊,知道妈妈夜里出诊,一切平安,再爬回小床睡觉,那感觉真好。 艾伦通宵达旦,应付接生小孩或病人死亡的事。 每逢到老方丹大夫,小方丹大夫都在外出诊,不能帮她一把时,更是辛苦。 然而第二天早上,她又照样出现在早餐桌旁,黑眼睛贴了一圈倦意,但说话举止,不露一丝的劳累。 她的温柔端庄之下,是铁一般坚强的个性。 令上上下下,敬畏不已。 三个女儿和丈夫杰拉尔德也在内,只是为夫的死不肯承认罢了。 夜里,有时候斯嘎里踮起脚尖去亲吻高个子妈妈的面颊。 仰望妈妈那太薄、太柔、太容易受到世人伤害的红唇,她心里直纳闷。 这张嘴,是否也发出过女孩子的咯咯傻笑呢? 或在长夜里向女友亲吐过内心的秘密呢? 哦,不,不可能。 妈妈永远是妈妈。 力量的支柱、智慧的源泉,是解得开一切难题的人。 但是,斯嘎里错了。 因为多年前,撒翻那城的埃伦,与那座迷人海滨小城中所有方陵十五的少女一样, 也曾发出莫名其妙咯咯的傻笑,也曾长夜里向女友们亲吐中肠,只有一个秘密不曾吐落。 就是那一年,比埃伦年长二十八岁的杰拉尔德·奥哈拉闯入了她的生活。 也就是这一年,年轻的黑眼睛表兄菲利普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当时,眼睛明亮,行为放纵的菲利普,告别撒凡那一去不复返。 同时,他也带走了埃伦心中全部的热情火焰, 只给矮个子弯弯腿的杰拉尔德留下了一位只剩下温柔躯壳的新娘。 但这对杰拉尔德已经足够了。 能够娶上埃伦,运气已经好得令他不敢相信了,令他喜不自胜。 埃伦身上逝去了什么,他当然明白。 他精明,他晓得这桩婚事好比是奇迹。 凭他这么个无门帝又无钱财的爱尔兰人,竟然高攀上沿海一带最有钱最显赫人家的小姐。 杰拉尔德靠的是自己。 杰拉尔德来美国的时候才二十一岁,他来得匆匆,与许多先来的厚道的更穷的烧富的爱尔兰人一样。 除了身上的衣物,一张船票,一袋里两个先令之外,他只剩下了肩膀上的脑袋。 这脑袋的悬赏,可比他犯下的罪要大得多。 伯伊恩战争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奥哈拉及乡亲们还创痛犹新,这场战争夺走了他们的希望与梦想,土地与财富。 争辰滚滚,卷走了仓皇逃命的斯托尔特亲王,也卷走了一切。 因此,一家人并不把杰拉尔德闯的祸看得太重,但却感受到了他带来的严重后果。 多年来,奥哈拉一家一直受到英国警方的监视,他们认定这家的人有反政府的嫌疑。 杰拉尔德不是奥哈拉家头一个趁天还没有亮就偷偷离开故乡的人。 他有两个大哥,詹姆斯和安德鲁,他对他们的印象模糊,只知道他们俩少言寡语,半夜三更神出鬼没,担负着什么神秘的使命。 有时候一去数周不见踪影,让母亲揪心发愁。 在那次猪圈里埋藏少量枪支事发之后,他们就来到了美国。 如今两个人都已经成为萨凡纳城的富商了,尽管母亲一提到这两个大儿子就说,只有慈悲的上帝才知道他们俩的下落。 可暗地里呢,却把杰拉尔德打发到他们那儿去。 詹姆斯和安德鲁把小弟弟带进他们萨凡纳的铺子里,他们并不嫌弃他文化低。 他单凭一笔整洁的字体,准确的数字概念,那份讨价还价的金鸣就赢得了哥哥们的器重。 年轻的杰拉尔德要是通晓文学音乐,说不定反而使哥哥们嗤之以鼻。 本世纪初的美国对阿尔兰人相当不错。 詹姆斯和安德鲁起初靠赶大棚车从萨凡纳送货到佐治亚州内地城镇过火,慢慢地发达起来,开了自己的店。 杰拉尔德跟着他们干,慢慢地也变得富裕起来了。 他喜欢南方,很快就自命为南方人了。 南方有许多的东西,还有南方人,他永远无法理解。 但他照自己能理解的,全盘接受了南方的观念与习俗。 这是他的天性,打牌赛马,奢谈政治,决斗,周权,奴隶制,最要紧的是棉花,诅咒所有的北方人,蔑视下等白人,对女性大献殷勤等等。 甚至学会了嚼烟草,用不着学喝威士忌,因为他生来就是个酒鬼。 的优优独播剧场上的东西,给女性大献殷勤等等。 当然是塔存店。 优独播剧场上就被 Texas吴只要民来的优独播剧场上的一个女性质状,